我是湖北武汉市人,我原来是江安区长津盖解放干部,我现在如今为了生活,为了我的退休活,正常医保社保,地方部给我搬离,逼着我再次想两回来,把博英想两回讨一个说法。 我是楼四年代下方理,我的要求蛮简单,我做了23年,我要求正常给我搬离退休。 我是09年,由于社区换改,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,从换改,正常换改我就回家了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组织法,那个周满15年以上年,就应该跟他搬离退休手续,正常离开这个岗屋,就应该跟他搬离退休手续。 那么由于有问题,我找地方政府,多次反映我离退休这个问题,地方此次退伙,不给我搬离,逼着本人无奈之忠,只有到国内来套一个公道和说法,本来就不应该到国内来上网,时间消失,老有所得,老有所疑。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,光明传络,一直强调,让老不信得到失去的。 地方由于腐败,由于活种,退佛,包袱,让我五十七岁的人,还不能搬离退休,那么我为共产党,为政府排油解难23年,那么我这23年又算没死,我又错到哪里,我现在还是个迷糊, 不晓得地方官员师傅让多一个人上网,让他们有多大的好趣,我却不知道了。